欢迎收听只有欢乐没有慢热 只有特色绝对炙热的最佳播客 Sip and Tell 我是常客包子 我不是常客 我是嘉宾 Biu Biu 嘉宾 今天没有了Kim 我突然间觉得有那么一点空虚 要先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今天Kim有一些特殊的原因 她今天没有办法来 所以今天就是我和你两个人 把这整个Session聊完 好吗 开场要先来干个杯 干个杯 Cheers Cheers 可是你为什么叫Biu Biu 我一直没有问你这个问题 这个故事呢 我已经重复了很多遍 但是你没有讲过给我们的观众听吗 为什么你叫Biu Biu 好 因为其实Biu是我的Nick Name OK 然后就是因为我加入Basic Models过后 然后我的老板娘Bonita 她就很喜欢 然后她就想要我用这个名字 可是我当时想要 我可不可以要一个不同的英文名 还是这样 因为这个Biu很难念 可是很特别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特别 所以很少人会想要去念 或者很难记得 OK but true啦 因为我记得你的名字的时候 我不想要mention这个字 这个字 我很sensitive哦 你的中文名 因为你的中文名叫嘉欣 你懂吗 这个字 大家没有听到哈 没有听到 这个字在office讲很sensitive 你懂 嘉欣 我都没有 嗯 OK 没事 哈哈哈 but Biu Biu很好记啊 因为听到我Biu Biu之后 就立刻想像到那个 那个雷射钢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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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是很好记啊 因为我觉得不是很多人 可以记起来 所以今天其实 呃 要请你来呢 我们这一集的话题啦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temptation of the hearts OK Alright Temptation of the hearts What is your take? Like你觉得temptation of the hearts 对你来说 呃 这个这个topic代表了什么 是欲望吗 有那么一点点 没错 人性的东西 今天我们就要聊 很人性的东西 好 Yeah 或者说你在寻找 另外一半的时候 What are the things that you look out for? OK What kind of relationship is the one that you know like like 好像乌托邦斯的爱情 对你来说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 现在的三观很重要吧 三观啦 三 全部抵抵掉哈 三观他哈 三 三 全部抵抵掉 三观是不是 三观 OK 三观哪三观 你的 在你的 在你的世界里面 OK 人生观 嗯 然后爱情观 OK 还有道德观 OK 这三个 嗯 这三个是 你的标准 就是你会 你选男生之前 你会先看说 哦 这男生的三观 正不正这样吗 嗯 就是和我到底 嗯 类不类似 OK 因为要相似才可以 继续聊 然后才可以 有一段感情 对吧 你刚刚说 你说找男生 会想要找 三观相似的 对不对 but I mean OK to me啦 OK to me to me if there's something that's lacking from me 如果说 我的三观的某一个 是没有到 那么好的话 我的另外一半 可能他有不同的想法 I mean that's to me I mean it feels more like 他可以去帮我去弥补掉一些 我现在对人生可能追求的某些点的不足 OK 我觉得我也是同意那点 我觉得那是互补是很好 可是 怎样来讲 我觉得 大概70%到80%应该要类似 OK 不然会很难走那条路 会一直撞是不是 嗯 会一直跌倒 OK I mean 人生观 感情观 还有一个是 道德观 道德观 哪一个 哪一个是你觉得最重要的 我觉得人生吧 人生观 因为 每个人追求的东西不一样嘛 比如讲 有些人到老了 会想要一个 幸福美丸的家庭 是 可是有些人 不一样 OK OK 所以你所谓的人生观 is more like you know the angle 如果你跟你的另外一半 都是想要去达成 某一个共同的目标 或者说相似的目标啦 可能说你们对人生的规划 是接近的 is it the kind of like 人生观 that you're looking for OK 但我们今天的topic 其实除了人生观 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 是道德观 你知道我们要聊什么 对不对 我知道 因为我觉得道德观在 在我个人啦 我觉得我跟另外一半啦 道德观我觉得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那个底线 人的底线在哪里 Yeah We're speaking of temptation of the hearts There's so many temptations out there Every single day Not just for guys 那么复杂的世界 很复杂 特别是在这个圈子 你知道吗 因为你在这个圈子 久了 你会发现 哇靠 其实哇 这里面的人事物 其实都还蛮复杂的 不是我们表面想象的 那么简单 新加坡算还好了 You know in Singapore It's quite safe Yeah But when we talk about other countries 像可能中国 韩国 台湾 台湾 有很多不为人知的 也没有说不为人知的啦 现在货南网很发达 I mean a lot of things are out there in the air 但是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些 You know 比如比如 比如比如 你现在是在挖我的爆料吗 那是什么新闻嘛 没有就有很多所谓的这些 想要上位的一些年轻人啦 就是他们会用很多不同的手段 去得到某些 他们人生想要的东西 You know So that to me is also道德观 你的道德底线 到底在哪里 Right 在一段感情中 你的道德底线 如果没有到 没有到那么 那么清楚的话 可能很容易 你就走进了 我们今天要讲的 这个topic里面 就是出轨 OK 那我们想 跟听众朋友先分享一下啦 OK 就这个podcast呢 我刚好跟你说 就是我们这一期的podcast 这一个系列的podcast 其实都是为了来听 大家的故事 就是你的故事也好 我们来宾的故事也好 还有在每一位 在那个手机前 或者说在 没有电台了啦 在手机前 听我们podcast的朋友们呢 希望听到你们人生的故事 然后希望你们 把你们人生的 爱情的故事也好 亲情的故事也好 友情的故事也好 写进来写给我们 然后我呢 跟Kim 然后还有跟我们的 来宾们 家宾们 就会分享你们的故事 on air 那我听过 通过分享故事的方式 我们希望能够 去触及更多的心灵吧 从每一个故事里面 去寻找那么一点点的 温暖也好 或者说那点能量 来让 你们的这一天 过得更好 那个是我们 其中的一个目的啦 当然到最后呢 可是可是 为什么出轨的故事 会让人家 每一天过得更好 不是啊 就是我们今天 要聊出轨的故事当中 可能会 我们当然不会 一直都是讲说 出轨哪里不好 我们会谈讨别的东西嘛 对不对 感情观里面什么是重要的 所以才prevent我们 不要去出轨 对不对 So end of the day 我们也会把这些东西 拍成一个MV 写成一首歌 然后跟大家分享 OK 这个是我们podcast的目的 所以我们每一集 其实我都需要呼吁一下啦 因为可能在收听 这个podcast的 你们是第一次tune in 所以 这个是我们 这一个系列的目标 所以要跟大家说 积极踊跃地写进来 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 OK 所以今天你要 跟我们分享的故事 要不要先给你开个头 然后我再分享我的故事 我自己本身是没有什么 出轨的经历啦 所以就是 我的 前男友 OK 说这个是前男友啊 不是现的男友啊 不是不是不是 现的男友听了不要生气 OK 所以是前男友 OK 然后我们在一起一年多 的时候 就是在一起了一年多 然后我就发现到 还有一个hard drive 然后那个hard drive里面 因为都在一起了一段时间嘛 我觉得应该 就是该聊的都聊了 你确定该聊的都聊了 我觉得啦 我觉得 你们在一起多久 那时候我发现这个东西的时候 是在一起了一个月 多 不是一个月 一年多 我想说才一个月多 你说该聊的都聊了 你们的感情是有多短 才一个月的时间都聊了 一年啦 一年了 再一次一年 OK OK 然后我就 因为他之前也是有给我看过 他hard drive里面的东西 然后我就觉得 可能我有这个权利 去看 OK 是他自己主动讲 你可以帮我拿我的hard drive 然后里面有 他就下载了一些电影 然后我们来一起看 电影 对啦 电影啦 电影 真的电影啦 哈哈哈 OK 然后 他就他讲 你可以帮我点去 这个这个file 那个那个file 我就OK咯 然后他就去上厕所 然后就点咯 然后 就有一个file的名字 就有一个人的名字 OK 我就觉得很 suspicious OK 然后我就这样点进去 我就看到一些照片 然后就 因为是MacBook嘛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那个小小的图片 啊 Thumbnail 然后我就看到 诶 这好像 这好像 这好像是 我不应该看到的东西 OK 可是 当我已经看到它 你就停不下来了 是不是 因为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多了 就是 就是很多照片嘛 然后我就有看到一个folder 是同一个人的吗 是同一个啦 是同一个人的 就是他的前女友 他的前女友 OK 然后就有一个folder 叫private OK 然后OK 哇通常听到这个字 看到这个字private的时候 大家想一想 应该都知道里面 诶 他只是去上厕所 是 然后他要回来的时候 你就赶快关掉 我没有关掉 因为我也没有点进去 OK 然后我就是按一个back button 就回到外面 OK 然后我们就聊这件事情 哦 你有公开跟他 你就是他回来了之后 你就跟他讲 我当下没有 因为我们准备看电影嘛 就饮料准备好 零食也准备好 哇 你还可以忍呢 因为我自己也吓到 我没有想到 这件事情会发生 在我身上 OK 可是对于一个男生 还收着他前女友的照片 跟一些videos 你可以接受吗 like like is it something that you feel right when OK the relationship has ended right but he still holds the photos and you know some we don't talk about all kind of videos啦 but you know all the memories that he had with the previous go like 如果是现在的你的话 你觉得你可以接受吗 我觉得我是可以去理解啦 就是如果 他是你 怎样他还是对你来讲 是一个回忆的一部分 可是如果 你好像 特别把它收起来 然后如果你还收了很多 然后你还收了 一些不该收的照片 或者影片 那个就 可能 很不尊重吧 right I mean I cannot I cannot simply I cannot take it 照片就不行 照片都不可以 三万 你要跟我在一起 你就把你的前任的东西 全部丢掉完 I mean 我也是一样 如果我今天选择要跟你在一起 那我就把我前任的东西 全部都忘掉 OK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双方达成 就是共识的 就是 我有做到这件事情 我把 前任送给我东西 全部都丢掉 然后照片 我可能有留一两张 可是 可能 不可以 不可以 一两张都不可以 可能在救了电脑 可是 我知道在里面 可是 我也没有办法去 我也不会去找 OK I cannot I just cannot 因为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你有另外一个人照片 在那边的时候 就是对于我来说 你就是一直留着 You know you are just a residue of that person from the past memory that we were sort of like 以后啦 如果你们在一起 我看到那个男生照片的时候 我也会觉得说 为什么你还留着 那个男生照片 你是对他还有感情吗 你是对他还有任何 抱有一丝丝的希望吗 那如果你不小心看到你 你的老婆 以前就是 你知道 脸书 然后可能朋友 朋友出去 然后他跟他前男友喝酒 散掉 Untagged 没有 No such thing 真的真的真的 No such thing 真的 我看到 我很介意这个东西 我讲真的 我非常非常介意这个东西 就是因为 我会 我会觉得说 而且因为我老婆之前的感情 哇 我真的讲到我老婆 他会介意 没事啦 应该OK 他之前的感情 当然有谈过很久的 就这种七年八年的 那种就很难去删除回忆嘛 但是对于我来说 就是因为越难删除 然后你 才要 才要把它断得干净 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是 plan要去走 一段很长的感情 我不希望有任何的 就是 前任的 吵架的因素啦 就是 I don't want to leave any room right there to actually have a trigger point 讲说你看到这个 有一天我突然去scroll他的脸书 然后有一张回忆 突然pop out 是他跟他前面 有抱在一起的照片 我看到的话 你觉得我会怎么想 然后我一定会问他说 为什么你还有这张照片 在你的整个 you know folder里面 I mean 这可能是男生跟女生的不同 对于我啦 或者说对于个人来说 我是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 因为 to me is any moment 你留着这个人 我就觉得 你有机会 跟这个人会产生 多一段的 I mean that's when the true great thing 会 happen咯 我觉得很好 就如果我跟 就有一个男生在一起 如果他可以 就是他在事前 就好像把全部事情 解决 解决完了 我会很珍惜他这个 这个动作啦 然后我也会想要 和他做一样的事情 OK 很多时候 大家也会聊到这个 就是说 什么样才算出轨 你是精神上出轨 算出轨吗 还是肉体 I mean肉体不用讲了 肉体是100% you know it's like a yeah no brainer 如果你肉体上出轨了 我是绝对没有办法接受的 你可以吗 不可以啊肉体 我不觉得 大家可以接受吧 但没有 有一些女生 我身边的朋友 就是我知道 说他们的另外一半 其实是有跟别的女生发生新冠肌的 but 那个女生因为很多原因 可能因为小朋友 可能因为小孩 有了小孩 或者说 有了经济上的压力 这些点会导致他们去 it's just being submissive like ok I just endure maybe one day that person 会改 对不对 我觉得可能大家是 会觉得没有选择 然后因为要离开 因为要离开 很痛苦 是 很多事情要断 要去解决 不如讲你们坐在一起 很多东西要搬家 要分财产 可是我是觉得 对我来讲啦 我现在的阶段啦 我觉得短痛不如长痛 因为 短痛 ok 因为你要我如果每天 和这个人见面 然后我们睡在一起 然后每天就在想 他跟这个人 发生过性关系 就其他人 我觉得 那个痴是虽然不是好像 是很痛 可是他的感觉 他是在消磨你 你可能就不能做工 然后你每天就会哭 想这件事情 我觉得 如果这个人 可以撑得过这段时间 就是 ok 原谅他 right 我觉得 ok 那个人其实很勇敢 我觉得那也很好啊 如果是为了这个家 可是问题是 你撑过了 那个男生没有回头 那个 you know it's becoming a vicious cycle right like it just become worse and worse 就是那个男生 可能到最后 连家都不顾 他就是在外面 反正就是跟着他的 那个小三也好 you know just spend their own time 然后有些时候只是 happy happy 回来一下 直接看下小孩 然后跟你只是 打个招呼 然后就走了 像这样的人生 其实活到 活到一个点 我觉得那个 I mean 有些时候不只是女生 也会发生男生身上 I mean 我觉得那是一个 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就是 like you say I don't know when is the end point 到什么时候 这个东西 你期望那个人会回头 但是 那个人可能到最后 都不会回头 然后到最后 你也不期望他回头 然后就 就这样各个各的生活 然后又住在同一间家 but that's very painful right 对 like你 就像你想啊 你跟一个完全 没有交集的人 他还在 你脑子里面 一直都想着 他可能在外面出轨了 的画面 然后你还要在 孩子面前 装成没有事 所以我就想 应该是看 你想要过 怎样的人生 如果你觉得 你能接受 然后你可以 这样子过一生 那没有关系 可是如果你不行 那就要做出改变 you have to stand up for yourself 然后我刚发现 你一直讲一个东西 我一直绕不过来 我一直想说 短痛 不是啊 是长痛不如短痛啊 短痛不如长痛 就变成说 你要一直去suffer了 ok ok 所以是长痛不如短痛 对 因为你不要去 受那么久的suffering 所以你要快点 对对对 所以今天大家也学 长痛不如短痛 but在你的人生中啦 I mean 你自己有没有碰过 like 我懂你说 你没有被出轨过 but 有没有碰过渣男 我是觉得 reflex 其实很容易 可以看得出来 what kind of reflex 就好像 如果你跟真的人聊天 如果你真的是 对他有兴趣 你们这人会聊起 哦 我以前的relationship 怎样 我跟谁在一起 ok 比如说 我这个男生 我以前和我的 女朋友在一起 我们很常吵架 然后他就讲 他是个疯子 他们会吵架到 好像动手打架 我会觉得 这个就是reflex 虽然他现在对你是 甜言蜜语啦 可是 感情是两个人的 他自作为什麽会 力道去吵架 然后打架 这个情况 一定是南方 怎样也是要负起一点点责任 right right yeah violence is I mean is definitely not something I think we should do in relationships 就如果你听到有 就是如果 我会和你分享 然后他的 我的past relationship 是这样子的 就我认识的都是疯子 ok bye 直接就 就算了 ok so你听到动手 如果在 regentship里面有 类似有这种暴力倾向的 这种violence tendency的 就是立刻 a big no no anything else 其他的reflex 你会去flag out 女生的角度 因为男生 看法会很不一样 因为我自己本身 如果有一个男生 要来接近我 我觉得 因为我是一个 很有耐心的人 然后我是一个 很不主动的人 就那个人要付出 很多 他要一直 好像叫我出去 然后他花时间跟我聊天 我要感受到 他的真心 我才可以和这个人 就是出去还是怎样 可是 如果是渣男啦 通常 他们一开始会试 可是他们试不久 就是要persistent 他如果真的 一直的去 去做这件事情 就让你感受他的真心 可能我就会给他一个机会 不如我们去吃饭咯 OK OK but for guys I think quite different 因为 for us like girls the reflect 很难 tell to me la very hard to tell 我会觉得很难 女生的reflex 真的很难 tell in a relationship 很厉害 常 诶 哇 I tell you because OK the reason why I say that 因为我的 这个又是一个 很 我觉得我人是很悲惨 我认识这种故事 我觉得我人是很悲惨 喝一口喝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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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真的就是 女生的这些 tell-tell-tell-sign right 我真的有些 有些时候 catch不到 嗯 嗯 OK 因为我的老婆是 其实是我最 就当然了 我老婆说 我只有一段感情了 就是在她的那一段之前 我有经历了一段 是很刻骨铭心的 就其实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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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她 嗯 我们在一起 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啊 但其实没有很长 对 没有很长 但是因为好像她是 嗯 以前 before her it was more like puppy love 嗯 it's really like get together a few months right then we feel like 好像can't work out 就一直是这样的 就状况 一到我高中 然后碰到这个女生 她是 跟我 是在同一个经济公司 那个时候 我们都在 train under the same company then 你就是爆料吗 还是是一个公开的 relationship 这个 算是一个公开的 relationship I don't really care if she's listening to this yeah but anyway if you're listening to this you're a b**** but yeah it's yeah it's yeah anyway 就是那个时候 我 同一个公司 然后其实刚刚开始 我也没有对她 有很大的感觉 嗯 I was very busy like just trying to train train you know dance singing just focus on my training but 后面 I think it was somehow we were we were training for dance performances we got a lot of time that we were actually chatting with each other a lot more then那时候 我开始对她 稍有一点好感 so we got together then that's where the sort of the nightmare started we we got together for a few months everything was very sweet at the very beginning so 那时候 她甚至有外 写歌给她 去她的 birthday party 在她全部朋友面前 performed the song for her that kind of thing 然后中间就到了 我快要去当兵了 so before 我要去当兵 她当然给了 非常非常多的 assurance don't worry about it you know we definitely can survive through this and I'll write to you every single week when you're in camp wow so I mean we were all good 啦 但当然就是 oh 在那之前 其实还有一个 huddle there was once that we were together then her mom actually caught me and she she sort of questioned me saying that hey you know what are you able to afford my daughter in the long run are you able to buy her all the you know the branded stuff when we shoot so her parents was serious about it no her parents was questionable about our relationship so her mom actually met me because 因为她生日 等等 我都会去她 去她家 我也有去去 见过她的父母 那时候我在读高中 当然我们都还很小 then 他妈妈就会来 问你这种问题 说 你有办法 afford我的女儿吗 你有办法 给她买那种 名牌包吗 等等等等 就电话里面 哒哒哒哒 全部就是讲这些 然后 那个时候 我还记得 我给她的案子是 yeah auntie I know that I'm still studying now but I'm working really hard and I definitely will do my best try to give her the life that she wants I mean that was my answer to her so 当然 那时候 我的那个女朋友 她是很赛我的 她会跟她的妈妈 去fire 去讲 but 这就正当你以为说 all this right was like not going so well so I went I went into army 等于刚刚开始的 每一个礼拜 真的 都有写信 前面的几个月 就这样过了啦 但每个礼拜 我都很look forward to看 收到她的信啦 然后收到她的message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 你就会发现 这个人 已经好像开始慢慢开始消失了 就她慢慢开始简讯不回 然后慢慢开始 就是信也没有了嘛 然后 when I asked her what happened 她只说她在忙 她说她因为学校很忙 所以我当然也没有留意啦 没有在意 不是说没有留意 没有在意去想这件事 然后 就到了 那次的breaking point 就是 有一个晚上是 I was having a very low point also in army 因为 you were trapped inside there so you cannot come out and mentally I was quite stressed out 你一直想要知道 说 到底怎么了 可是你没有任何一个 solution there's no solution for you at all because basically you just stuck in camp you just stuck it up you just stuck in camp 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 and and I have to like back steal and borrow from like friends where I ask the friends you know what happened to her like she's not she haven't been replying my messages and all that then 她的朋友当然也是 sight她的嘛 他们不会真的去讲 但是当然 我觉得也是有conscious啦 他们自己良心 也是会 会发现啦 有些朋友就是 有跟我提到说 你懂 like 你在 like Friday nights or ladies night you know 她会每次出去玩的 so that's when I sort of knew that okay maybe something's wrong but she just didn't like give me any answers or she just kept it hanging then when first time when I when I went out we were still okay like she was very um she was acting all is good yeah I won't say she's acting a lot I just like she 她很积极 她还是感觉到 说这个感情 好像没有任何的问题 but那个时候 其实 已经 我不知道 她已经在外面睡了多少男生了 其实对我来说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讲说 from what I get later on is like basically 我进去之后 可能一个 进去之后 好像坐牢一样 我当兵之后的大概一两个月吧 她可能就已经觉得 好像没有人陪了嘛 反正她就开始跟 身边的几个 而且那几个男生是 在我当兵之前 她就已经有在hang out so I didn't really take to heart 因为那个时候 我觉得说 我们每天都见面嘛 然后我们的关系 也是很tight 我不觉得说 会有什么影响 but those two or three guys are the ones who always drive her around bring her to clubs and basically你都知道啦 喝酒喝完了 and 可以干嘛 from what I heard is 他们就是男生 就载她回去咯 不是回去她家 是去男生的家 等她在干嘛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很 我就哇 所以你们是 面对面聊 我没有跟她 还是是通过朋友 我记得的是 就是讲说 我通过她的朋友 知道这件事之后 我没有去跟她讲说 她在外面做了什么 因为我觉得讲那些 都没有用了 因为她那时候 已经开始 就是觉得说 她好像要玩 结束这份感情了 当然我那时候 很窝囊啦 I mean I was just like I also don't know why I did that I really I went I really kneel down in front of her like beg her for to come back to come back and to you know continue the relationship because I told her that my BMT is going to be over I'm going to come out already you know I'm going to be deployed to unit soon and I can see you almost everyday I think we can salvage this we can do this we can do that but to her it's like nah no thank you I'm moving on bye wow and that was like a wake up call you know like after all the sweet things that we had all the very good moments that you had in the past but 当一个女生 可以 just 翻脸 就翻脸 just like that like 没有任何的预兆的情况下 我都理解到说 wow 原来女生 女人的心真是海底震的 I cannot and it was like a really bad thing for me I told myself screw it I probably don't want to get into any relationships anymore and I literally really did that for the next two years until I met my wife but 对你 如果你是当事人 你觉得你会 你会怎么去 我是男方还是女方 你随便 你把你当成男方也好 把你当成女方也好 你可以站在两个人的立场 来讲这件事情也是 ok 我觉得女生啦 我觉得我也是有经历过 那 怎么讲 就是爱玩 然后 每天 就是想要出去玩的那种心态 所以我可以 我可以了解 我可以理解 为什么还可以做到那样 就是 anlite me please 为什么 我现在 没有 我讲真的 那我还是有点puzzle 就是 为什么女生可以那么快就变 照我的立场来讲 我觉得是因为 因为我自己 如果我本身是一个需要人陪伴的 我需要让人在我旁边 ok 就如果这个人不在哦 一个月两个月 我就会开始 忘记跟这个人 哇 在座的女生们 你们是这样的吗 是不是 没有 他们讲不是 可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需要touch 人陪的 physical touch的人 然后我要人陪的 就是我要看到这个人 我才 我才有那个 I just I feel love ok 所以如果那个人不在哦 一段时间哦 我当然 我才记得我们回忆啦 可是 我没有那个 physical 我就没有那个 想要 维持的心 ok 因为我需要嘛 就是在这段感情 因为每个人需要东西不一样 嗯 然后 我觉得我 就是我可以理解 为什么他也可以 move from 那么快 ok 所以这个其实他 如果他真的要维持这段感情哦 其实他真的是要很努力 很努力去 去维持的 可是是不是小女生才会这样啊 我觉得不一样啊 每个人想要不一样吧 就好像 有些人可以哦 我和你在一起 可是我们可以不见面 几年也没有关系 对 可是有些人可以啊 可是有些人就是不行 所以就是对的人啊 其实我们今天讲了很多 就是有关于出轨的 对不对 嗯 I mean to you啦 and also I'm asking this question to myself so like what are the possible reasons that you know someone would actually cheat I think cheating is a choice a choice啊 yeah okay okay 我要分享一个故事 嗯 嗯 就我有一个马来西亚的朋友 然后 他是一个女生 嗯 然后他就跟他男朋友在一起 也很稳定 就是在一起一两年 一开始啦 这事情发生的时候 ok 事情发生是 但我的朋友 他抓到他的 另外一半 就是 有在 色情网站 和人家聊天 ok 所以对我来讲 我觉得这个算是 精神上的出轨 嗯 嗯 虽然说没有肉体上 可能肉体上是自己来 这样 我是觉得 ok 出轨 为什么会变成 这样 这种情况 因为 其实我那女生 也是有和我聊 ok 就是到底 要怎么去释怀 这样去解决 这件事情 嗯 然后我是觉得 因为我就有去了解 他们 就是感情之间是怎样 为什么他会 出轨 嗯 就精神上出轨啦 嗯 然后就我来讲 就我所知是 就可能女生 不是很愿意 和男生发生新关系 ok 是可以 只是没有那么平靡 可能男生需求 比较高 所以 之所以 可能是 就起因 然后 才会力图 确定 嗯 嗯 所以我觉得 可能 就当两方没有满足 对方的要求的时候 我觉得 就是很有可能 就会变成 出轨 是 I mean ok啦 I mean for guys yeah I mean 生理上的需求 是definitely one of the reason it's not just I think for for new couples like even married couples are the same 嗯 like especially after getting married for so long like maybe one party has more needs than the other 嗯 but the other 女生每个月会 you know 会有不方便的时候 然后心情啦 各方面都会影响嘛 嗯 then when the guy was trying to ask for for you know but when when the other party couples cannot fulfill then definitely 对于男生来说 他们会觉得 啊 then 现在是什么情况 嗯 你是要我 出去找别人吗 然后男生就会觉得 自己好像没有选择 我只可以这样子做 可是其实不是 那个是选择 你选择那样做 所以我可以选择 怎么样做 你可以选择 在你做出 那个出窥行为之前 你可以好好聊 就是 我真的很需要 你可以表达 你的立场 就好像比如讲 我朋友刚刚那个例子 就我希望 可能那个男生 可以 向前来跟我讲 其实我很需要 就你可以满足我嘛 因为我觉得方法 其实有很多 What 我突然 我解决方法有很多 我刚才想说 帮你倒一点酒 因为你讲得很 you know 突然间方法有很多 是没错啦 是没错是没错 方法是有很多啦 yeah ok 突然有点尴尬 你想多 你想多 没有是真的 but this is something I think I kind of agree there's a lot of ways to sort of you know stop you from going further and really become cheating on the other half like before this we were actually talking about 如果男生需求很高的话 或者女生需求很高 不一定是男生嘛 我明直讲男生需求很高 女生需求也很高好不好 人的需求 人的需求 如果一方的需求很高的时候 另外一方要怎么做 I mean a good point I think you brought up is also like this is what in a way I practice at home like I will try to talk to my wife or she will try to talk to me like any kind of needs not just like in terms of sexual needs or whatever it's more of like 如果我们这段时间也吵架了 在冷战的时候 为什么 we will try to find find some time to sit down and talk about it like openly like跟彼此说 我觉得 真的需要改一下 因为不然 我觉得我们这样的相处模式 在这样下去 我会对这个感情 越来越灰心 就是I am very open to her also and she is very open to me 我觉得很少人啊 会有那个沟通的 那个session 因为你要沟通哦 你要讲出来自己不好的时候 其实很困难 你要讲 其实我人就是这样啦 就是怎么讲 就是当你人要讲出 你自己哪里不好的时候 你要去道歉的时候 我觉得是 很难 对每个人来讲的 太难了 非常难 你讲到自己犯错的时候 你要去 以前你上学 你要跟Discipline Master 讲说 Sorry sir I really I'm wrong 我知错了 哪里有 Kame me啦 Kame 来打我啦 打这样 打死我 对啊 以前都是这样的啦 但在感情里面就是 I mean 要真的经营好这个感情 就like like It really takes a lot of effort 不管是友情感情也好 甚至也就是我们在经营公司 也是一样的 We have to put in their conscious effort to make sure that everybody feels good about the relationship they were in be whatever kind of relationship But今天反正 聊了那么多啦 我觉得 讲到最后 感情最重要的还是 像你刚刚说的 那个人生的三观 我当然是觉得非常重要 but at the same time 我觉得会不会出轨 很大的一点 我觉得对彼此的信任感 我觉得那很重要啦 OK 像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 如果 假设啦 你有另外一半出轨 你觉得你会怎样去 解决这件事情 什么样的出轨 肉体上的出轨 还是精神上的出轨 肉体 就是已经是最严重的出轨 肉体上的出轨 我第一反应 当然 我第一反应是肯定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东西 OK 就是 如果我知道 它是肉体上的出轨的话 I think我的脑子里面 现在第一秒想的东西 就是 小孩要鬼水 要怎么去 那你还蛮冷静的 就是 第一点一定是想说 因为没有嘛 我的 thought process is very straight forward it's like OK if you cheated on me physically first thing is definitely we're going the divorce route there's no not even like a second option for me already 没有第二个选择 then what's next definitely就是 小朋友 要怎么去 去处置是最好的 怎么带啦 I mean 不是处置啦 就是小朋友 怎么安排 安顿是最好的 跟妈妈还是跟爸爸 但是如果你是出轨的话 我一定会 file for the rights to bring the kids over 因为 那个 this is like what happened to me but if you give me some time to possess it further then of course I think I would think about what's the reason like why you cheat on me physically is it because I'm not giving you enough love giving you enough care or is it because the love does not exist already if it does not exist anymore then of course I think we are going back the first round 因为大家如果 真的对彼此 没有感觉的 then 我就像我们 刚刚在 podcast里面 share的 我觉得感情 真的到一个点 then you对彼此 没有任何的 feel的话 我们就 好举好散 but if it's still there that you still feel that there's a chance that we can do something about it then of course I'll explore I guess 因为 not for me 你会完全不接受 就是一定是 要离婚的 but就是讲说 if it's if it's a mistake if it where go mistake what where go things happen so what and she got drunk and she just got drunk yeah yeah no okay she got drugged and she was drunk it's different I mean just things happen like things something that oh I didn't know there's drug instead of drink no if it's drug of course then then it's not cheating it's not cheating but if she's consciously geting drunk and she geting drunk and then you're geting more and more drunk but if that's a conscious effort of getting drunk and get into a relationship with another guy it's like okay if I drink I don't know like how much alcohol in it and I just got drunk by one cum it doesn't ha liyei he la drink he iqen ze kei he de so 如果 se kincuang okay we take it as if it's accidental thing ta just maybe had a bad day then I was busy then she just went off for a drink but end of the day if you have a relationship with another gay even if you drink I don't think that's a reason for me to say hey you know what I think I'll be okay with I'm not 我还是不 okay 的 因为 it's a conscious like you say it's a choice you choose to drink you choose to get into a relationship with that person it's a conscious you have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repercussions 这个 结局是 你自己 已经 一步一步 你自己 走进 去的 他并 不是 说 out of nowhere it's a choice you have a choice not to drink you have a choice not to to touch that that very sensitive area that you know and I was very upfront like the both of us are very upfront with each other like we got tell each other 如果anyday 我们帮彼时 戴了绿毛 right I think that's it for her also same thing yeah so对于我来说 是 就算你后面 有任何其他的 那些reasons the only thing that we will try and 如果真的是 一个one of the alarm the only reason I would give myself is because of the kids but again is I don't want it to be like what happened to me like you consciously do it for the kids but end up 你心里面 已经有个疙瘩在了 这个疙瘩是不会走的 而且要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才可以抹去 对啊 对啊对啊 而且不一定抹得掉 我真的这样讲 像这种东西 一定抹不掉 因为他讲都是 你回忆的一部分 对啊 而且已经发生了 所以如果是你 你觉得呢 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精神上还是肉体 如果Aden今天是被一群 我们兄弟 被我们兄弟拉醉喝酒啊 讲我灌他 所以你啊 我灌他 讲我啦 我灌他 我灌他灌得很醉很醉很醉 不小心 然后我们大家也都醉了 醉完了 然后刚好只剩下另外一个 不是我们这一组的女生哦 刚好有另外一个女生 她是醉的状态 她已经是有点 减失啦 减失 对 就是被减了 女生减男生 女生减男生 对 女生减男生 然后她不小心发生关系的话 嗯 你会怎么样 ok 我会选择谁带 如果是BUNCE 我就先打BUNCE 哈哈哈哈 哈哈 我应该 ok 这个责任我逃不了 对 是没错 他没有送他回家什么 但是我们这样讲啦 因为他如果是真的完全被检视的状态的话 他当然是unconscious 那不用讲 那个不完全是他的错 而且也没有办法发生性关系 如果真的是完全没有意识 哦 对嘛 对嘛 呃 也是 也没有意思 完全没有意思 喝到挂的话是 是 但ok我们讲说可能 九八九分醉啦 嗯 当然那个情况下 可能他 就是 喝了酒之后 思绪可能也不会那么清楚啦 就刚好有别的女生来 找他 然后他就跟那女生发生关系 嗯 你会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 ok如果是 八九分醉 可是还是有意识的嘛 只要是有意识做错的行为 我觉得 我都不能接受 所以你也是不会接受的 对吗 ok 那就 那你就继续过那样的生活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喝醉 又被解释 那你就去 你就去过生活 就不要伤害我 我们就分开啊 嗯 就互相不伤害咯 嗯 所以有听到啊 是最和平 嗯 也得有听到啊 不要弄到喝 哈哈 我打 buns 如果是 buns 哈哈 我不会大家去喝到那么饿 我最近 我的酒品 现在是很好的 我就是喝一点 喝一点的 虽然我们叫 sip and tell 但是你看我们也是很 mild的 我们是 sip sip一点的 好不好 ok but end of the day chill drink chill drink 绝对是chill drink yeah but I think end of the day 我觉得女生也好 男生也好 I think we have to protect ourselves 嗯 from the other half it doesn't matter today if it's a guy or a girl we should just you know do our part and protect ourselves from the relationship if it's getting toxic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 已经对你 sort of造成的伤害了 不管是出轨也好 嗯 然后 你看像刚刚讲的 有些时候是 甚至是有violence and all that I think the best way is really to ask yourself is this the life that you want to me is this the life that you want 因为我是这样耶 我吵架还是遇到什么 很 就是 完全不能释怀的事情 我就会想 我会问自己 我能不能接受这个人 嗯 和我过这一生 是 如果我 我觉得我能 我可以try 我们可以再try 可是如果不能 那答案就很明显了 答案就很明显了 因为人类生很短的 其实 我们这样算 我们如果可以 健健康 活到八十岁 我自己三十五岁 已经是almost halfway there already and how many more years I can burn with someone that I don't really love and if that person keep hurting me and then I have to keep working every day yeah trying to make it work but you know this is going nowhere right so I guess that's that's the main thing that I feel I mean out of this whole that today session I feel that for all of you all who are listening 当然对自己好点 我觉得 这个很重要 对自己好点 爱自己才可以爱别人 是的 一定要爱自己 才能够爱别人 好 那今天 我们就非常谢谢 biu biu 你来到我们的podcast sip and tell 再次呼吁一下大家 你们收听的呢 就是我们只有欢乐 没有慢热 只有特色 绝对炙热的 最佳播客 sip and tell one last time call out for all the audience who are listening to the podcast we will be asking for your stories and we'll be looking forward for your stories be it relationship be it you know kinship friendship any sort of stories please do write into us we will select one of the story and we will make it into a song and eventually a music video so hopefully we are we're going to get more and more stories for the next few episodes interesting stories yeah interesting stories chitting stories chitting stories maybe and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share those with the guests and also with everyone who's listening to the podcast so we can have a meaningful discussion and once again thank you biu biu for coming 谢谢您 好 我们的CB and tell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次再见 for more stories send in via the email below advertising.sg atview.com view